今天晚上的節目現場 我是老官 這不是新聞 這是你我的口袋 台北股市在今天開高走低 不過中場白尾小漲二十一點 收在一萬七千零六十六點 在今天收復月限 特別是畫面上你可以看到 成交量是三千七百二十四 又再度量縮了 外資再接又站在賣方了 不過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韓國在今天開了第一槍 什麼第一槍呢 在今天升息了一馬 所以畫面上你可以看到 韓國股市在盤中就宣布升息一馬 蠻意外的 這比美國還快升息 所以指數畫面上你可以看到 韓國在今天是下跌的 影響所及包括香港和大陸股市 都受到了衝擊 我們先來看港股 在今天是下跌了超過一個百分點 跌了兩百七十八點 而在入股的部分 也受到了衝擊 也下跌了超過一個百分點 所以台股明天會不會受到影響呢 我們來介紹 來到節目現場的來賓 要請到資人分析師蘇維媛 最近好 大家好 資人分析師王榮旭 大家好 外網投入總監蔡明章 大家好 財經所助理教授謝晨諺 大家好 金融培訓協會理事長林昌昕 大家好 資人分析師蔡正華 大家好 好 今天開始給我帶您來關心 今日最大挑 南韓央行突然之間宣布升息一馬 所以整個亞洲主要經濟體 在今天大家都在看 韓國會怎麼樣做反應 因為可以說是亞洲開的第一槍 剛剛看到包括陸股 包括港股都受到影響 明天台股會不會也受到衝擊呢 會不會出現短線上的 獲利回圖賣壓呢 認為會的給差 不會的給圈 請舉牌 會受到影響的一二三票 有兩票說Bang還漏 一票放中間 委員先講 因為我覺得其實升息的部分 大部分來講都是短空長多 所以影響的部分 我覺得因為畢竟 韓國他們自己已經 今天已經影響到 所以明天的台股 加上今天外資的一個期貨 是回補空單的 所以我覺得影響可能不會太大 好 來 榮旭 會有影響但不會太大 我認為是會有影響 因為明天有一個不確定的因素 就在於全球的央行會議 那這個央行會議 這個又剛好是星期五 所以通常到星期五的時候 大家也比較不會願意進場 那我們看這一波大盤指數 已經連漲了第四天 到今天的時候出現黑K棒 這個黑K棒最高的位置 剛好是這一波的下降趨勢線下來 所以除了說消息面的影響之外 指數反彈到這個地方 亮縮沒有辦法往上突破的時候 可能會先行壓回震盪 再往上反彈 好 但是也有人給圈 認為不會影響的 來 鄭樊 我打圈是不會影響對不對 因為我認為說台股這一次 如果說在這個事情發生在一個月之前 我覺得影響非常的大 那問題是台股這一次 它拖 應該是說我們獨自在國際股市之間 已經跌了將近兩個月 兩個月很多 你現在在這個地方出現這種 我們講說不是我們國家 直接利控的話 大家頂多是反應一下 我認為不會造成太大影響 所以你也可能開盤反應一下 我認為都不會反應 都不會反應 我覺得直接就開一個小高了 賭這麼大 好啦 對 蔡總 我們來看 剛也談到外資的心態也比較保守 所以外資在今天是賣超的 總計 外資在今天賣超了159億 外資是怎樣 漲了它就跑了 對 顯然外資受到了這個 難談升息的影響 要不然昨天買百億 今天馬上就賣百億 你如何解釋 一方面是越南韓 另一方面會不會是也擔心 他們自己今天晚上要開會 那個大部分來說 應該是平靜無波 但是你可以看 華航 台氣營 東森 面板友達 宏基也賣了 你看 航運又一天買一天賣 萬海賣了8000多張 昨天才剛買 長榮也賣了8000多張 所以今天賣了這個百億 還好 它聯電台積電是買超 就讓今天指數可以漲 聯電有買 聯電是買超 對 然後 台積電應該買得很少 沒有上排行榜 對 所以我們來看個股 台積電買5000多張 好 我們來看個股 在今天盤能夠尾盤往上翻紅 首穩萬七 最主要是陽明拉尾盤 這是最最重要 另外台積電和聯電都表現非常穩 不過我們說一下 扣除台積電今天的貢獻 其實榨盤是跌55點 所以你說都沒有緩應南韓的聲音 也不是這樣講 別的股票都已經在跌 不過金眼雙雄撐住了 那比較焦點就是陽明 你看陽明是在尾盤擠拉 這個就讓大盤的跌點 收斂很重要的一個工程 他傳出說 台積電不是我們講過了 這個台灣 台灣製造 到美國組裝 所以需要好幾千個貨櫃 那傳出說陽明獨拿 那問題是我還是要打個X 今天陽明拉尾盤 是因為有個消息說 台積電到美國設廠 他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設備 都是在台灣生產之後 到美國去組裝的 那當然就要走海運 據說這個單子大到什麼程度 三十億 對 三十億盤裝船 陽明獨拿 但陽明出來否認說 不是我獨拿 因為不可能阿高基 所以大家都有 因為那麼重大的設備 怎麼可能只壓在一家的航運公司 一定是分散 那這樣的明天 我們來看一下2609的陽明 那本來以為獨拿拉了尾盤 那現在不是獨拿 明天會不會做反應呢 我覺得當然會反應 不過要看一下今天晚上 陽明的融資 假如說尾盤 這個拉上去 除了這個隔日沖的進來以外 還融資大量的進去 那明天就比較慘 假如融資今天沒有大量的增加的話 那明天開地以後 其實地檔應該不會太差 有什麼 蔡總 我們剛剛談到 南韓升息 你給的是X 就是你擔心 確實會影響到臺北股市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臺北股市 我們來看一下臺北股市 日K線 蔡總為什麼給X呢 我覺得明天晚上包雅的演說 大家還是有一點不放心 那不放心的話 臺北股市偏偏已經收盤了 下禮拜才一 禮拜一才會反應 所以這樣的話 加上已經來到很重要 當時我想說 這波反彈大概回到季線 會來到這個地方 你大概只差不到300點 所以有人就會賣 所以明天想賣的 乾脆就把它洗掉 所以利用南韓升息這個消息 把這個籌碼給洗掉 洗掉了以後 鮑威亞叫做說 都沒有講到什麼話 那下禮拜一就開始漲了 好 明天除了有 美國的央行會議 非常重要之外 明天白天還有一件事 也非常重要 是我們的當沖新劇要上路了 也就是說 未來如果當沖比例太高的話 也有可能因此關緊閉 所以對相關個股的影響 對相關個股影響的話 其實我們看一下 那明天這個新智做一個上路 我覺得目前上面來看 大家一定會擔心 會不會熱門股 尤其是這些 當沖很多的 七十幾趴的 接近七十趴的 因為現在是不是定在六十趴 是 對在六十趴 所以如果你超過六十趴 那你隔天可能會不會警示 再來就關緊閉 會有這樣的一個可能 那會不會變說熱門股 變成冷門股 我跟各位講會產生一種效應 就是資金會變成說 如果是多方趨勢的股票 他會變得更強 他六十趴要幾天 原則上是用六天的一個平均數 去做計算 六天的平均數 如果超過六十趴 去做計算 那你就要被關緊閉了 對 沒有錯 所以變成說 現在市場上大家擔心說 會不會這些強勢股票會跌回來 我跟大家報告 我覺得不會 不會 我覺得不會 為什麼 因為本來是強勢股票 現在少了當中在盤中 在亂籌碼的話 其實對於多方趨勢 反而是更有利 比如說像這個美錫馬 新唐 然後這個萬海 四維行跟這個中行部分 航運股大部分都超過六十趴 對 其實都超過 那我覺得反而 讓他的當中少一點點 籌碼不會盤中那麼亂 變成說他趨勢向上比較會漲 但是人氣會退潮嗎 對 退潮一點 可是那有利於整個趨勢 長線的一個發展 我覺得比較好 對 那可是如果是空方的 比如說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趨勢比較弱吧 敦泰是空方的 對 我們對於敦泰來說 就比較不利 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請導播上下 敦泰的K線 有一點很調詭的事情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敦泰的當中比率七成 各位 量縮 這不是很奇怪嗎 當中比率這麼高 量居然縮下來 為什麼 因為現階段 他如果是一檔空方趨勢股票 如果我手上石油 那如果我不換股票 投資人很想說 我換股票 我不換 那我要怎麼解套 上下來回做價差 對不對 只有這種方法 所以為什麼他的當中比率 會這麼高的因素 就在這個地方 好 可是現在政策下來說 我不準你當中那麼高 那 為什麼 我本來還抱持希望 我做當中價差 可以賺回來 慢慢把成本攤回來的人 現在也不能做了 所以代表對於空方趨勢股票 它就會越來越多 對 而且量又縮 那一檔量縮價跌 當然就越來越不利吧 所以會變成資金兩極化 強的越強 弱的越弱 會有這樣的情況 現在的情況之下 我們怎麼避險 好 怎麼避險 我們跟各位來講 其實如果從盤中的分尺走勢 我今天做個教學 我舉兩檔做例子 一檔叫做允強 另外一檔叫做漢磊 好 如果 如果你要做當中的話 越早越好 越早越好 對 趁早 對 就是開盤 九點到九點半 是當中的重點時間 如果你要已經打定主意 我今天要當中的話 越早越好 為什麼 他往上衝上去 比如說像允強 往上衝上去 結果最後尾盤是掉下來 其實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到什麼 這邊當中都已經衝掉了 那為什麼這樣講 如果你是長線看好允強 你想要做破綻的投資 你今天看到他往上漲 今天你就不要介入 為什麼 如果說他往上衝 我去買進 隔天他被關緊閉 我長線看好 結果隔天被關緊閉 那如果是隔日衝的 早盤就應該賣了 對 隔日衝的部分 我認為說 可能比較偏向尾盤在進 如果是純當衝的 尾盤在進 那我說他前天已經買了 是不是早盤開高 他就應該要賣了 對 就會這樣子 就會產生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是做當衝的 就是越早越好 可是如果你想長線持有 甚至像剛剛娟姐講 我要隔日衝的 做一件事情 早上的波動不要太大 為什麼早上波動不要太大 等到後面 因為如果我們尾盤才進 通常不會再當衝了吧 比較不會 通常我就看好 明天或是波段的一個行情 很不容易 對啊 不然一點進 一點時分又當衝掉 很不容易 對 所以變成說 如果說我要做 是一個波段的行情化 那你就觀察一下 假設我看好和雷 假設這個每個人看法不一樣 假設看好和雷 早上他沒有什麼波動 你就等 等到最後尾盤 你再做介入 這樣代表說 我不會說我今天買了明天 要關緊閉 所以就不會這樣子 可是如果你是去跑 跑去買允牆 對 你最後尾盤進去 隔天宣布我被關緊閉 那對於長線投資人 是一種傷害 所以變成說你的操作策略 就這樣去做一個虛格 會比較好 我以為你現在看好誰呢 好 那如果說 我們從剛剛那個 那個選果邏輯上面去看 就是趨勢向上的多方走勢 今天 明天新制的這個策略 對他會更有利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什麼叫多方走勢 多方趨勢 就是簡單來說 站上所有趨勢 均線之上 對 這個是很簡單的一個定義 那比如說8215的這個明基材號 那明基材的一個題材在哪裡 它有獨家的一個產品 那其實它是電動車 電池的隔離膜的一個部分 那隔離膜我們去看一下 隔離膜它主要是三層隔離膜 那安全性是遠高於單層 我們看下面這個圖 明基材的隔離膜有三層 一般只有一層 正負極材料如果碰在一起的話 它就會產生燃燒 就會燒起來 電池就會燒起來 所以它三層的隔離膜 會讓電池不容易做一個燃燒 那另外業績轉型 什麼叫業績轉型 它本來是做偏光版的 可是現在它做電動車的隔離膜 所以整個產業是完全不一樣 但是它漲很多 而且這一波等於是沒有跌到 對 所以加上明天這個政策 那這樣會不會有追高的疑慮 所以大家注意要突破四十塊 我特別有寫個彈數 今天說三九點八 可是它盤中有到四十一塊半 所以明天如果開盤有超過四十塊的話 那 追嗎 我覺得可以稍微適量的追 適度追降 對 如果它假設是說震盪的話 那可能逢低做個介入 我覺得也是OK的 對 因為畢竟它目前是有 整個電動車的長線訂單 大家可以去做一個觀察這樣子 好 這個盤籌碼定輸贏 所以請榮旭帶我們來看籌碼 其實我們這個波段已經漲一千點了 對 真的漲一千點 從這個一萬五千兩百點 到一萬六千兩百點 也已經是一千點沒有錯 但是這融資的一個部分 就是清不乾淨 上市的融資減少大概只有十% 上櫃融資減少14% 所以上櫃融資減少比較多 代表什麼中小電子股 融資清得比較乾淨 所以這樣的話 反彈的一個力道就會比較強 這一波其實我看很多強勢的電子股 其實都是融資大減的 我們看譬如說像同心電 6271的同心電 導播幫我們放出 他的這個融資的一個變化就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他的融資這一波是呈現大減的一個情況 有沒有 對 融資大減的時候 如果你法人要點火 他很快就能夠漲起來 因為籌碼感 所以接下來大盤指數 如果是震盪主體的一個格局 沒有辦法因為沒有量 所以大盤沒有量的話 震盪主體的過程裡面就是個股來點火 好 那我們就來看個股 我們整理一份資料是最近股價往上反彈 但融資在減的 是不是相對有機會呢 這也包括聯電金豪科 台陽 逸光 融成和領養 融資真的非常重要 即便很大支的聯電 你看聯電的一個股價 為什麼它領先回到前波高點了 你看融資是一路賣 八月減了六萬五千七百五十張 一路大賣 減了六萬五千多張 這個量是非常的大 代表什麼 賞戶是被尬空手的 那所以這一波我們就要看 有一些位置比較低的 然後融資降了非常多了 譬如說像是金豪科 這已經打出底部了 但融資大減 有沒有 那你譬如說像是什麼 領養這個也是融資大減 股價也打出了底部了 傳產也有融資減的 你譬如說像融成 一口氣也減了八千多張 你看 股價慢慢的就漲起來了 所以其實電子是減的比較多 但是這個傳產的部分 我觀察也有減 那減比較多的傳產 大概是落在鋼鐵或者是這個罩子 所以今天鋼鐵最強 對 鋼鐵比較強 那貨櫃三雄就是這樣 貨櫃三雄就是融資減的比較少 洗不乾淨 洗不乾淨 要不然其實是疊夠了 但是就是融資洗不乾淨 所以融資洗的比較多的 譬如說像這一關 我認為也可以留意 因為這一波它的融資洗多少 洗了四成八 聽死了 股價才疊兩成多而已 融資洗快一半出去 對 所以這樣的一個股票 我認為是可以留意的 好 來 融序也幫我們來看 那投信呢 投信索馬的標的呢 因為現在的時間就八月底了 因為你剛剛說 OTC洗得比較乾淨 對 所以如果中小電子 會不會比較有機會看投信嗎 比較有機會 因為投信如果要點火 就第三劑的績效 你點大隻的比較難點 比點小隻的比較好點 所以我們在看這個之前 我們先看貴買指數 下面放投信的買賣超 我們來看OTC 看是不是投信真的就是 大買中小型的股票 大買中小型的貴買的一個股票 你看有沒有 最近 有沒有 你看都連續買 除了今天賣出賣 除了今天賣 這個賣為什麼賣 因為有一些短線漲得比較多了 中小型電子股有一些漲得比較多了 但整體來講的話 投信是點火中小型電子股的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這一張 這一張是我統計就是說 投信最新大買的這個中小電子股 譬如說像新權南貿 這個都是封測 業績都不錯了 光照這個也跟半導體有關的 這個致遠IC設計 但這個比較特殊 它做這個細製財 現在大家講台積電 連電他們的這個 金圓代工的漲價 它收費程度最高 你不要說台積電漲價 去買IC設計這樣不對 你要去買IP股 不是IC設計 因為IC設計成本變高了 對那IP股是 金圓代工的價格如果調高 它抽的那個比率 錢全力金就越多 因為它是賺專利 對 那另外一個話就是 恰冒漢磊 這個就跟什麼 功率半導體有關 那漢磊最近蠻強 因為這個投信點火的一個力道 是越來越強 所以股價逼近全高 不過漢磊 它今年我們估計 如果能夠轉虧為盈的話 頂多EPS可能只有一塊 那股價漲到100多塊本利比比較高 所以我提供大家另外一個參考 我們再看下一張圖卡 這一檔股票是合金 這個也是矽晶圓的股票 那這一檔股票 它同時具有融資大減 而且法人投信點火 你看這一波融資減少非常多 減了大概超過四成以上 然後在這裡 投信是連續性的大買 我們買了非常的多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 因為現在最缺的是什麼 車用晶片 它的產品叫重餐矽晶圓 重餐矽晶圓就用在車用晶片上面 所以台積電 不管台積電漲價或聯電漲價 世界先進漲價 通通都跟它有關 因為這三個都是它的客戶 所以現在是非常搭這個題材 再來的話 今年EPS 它比漢磊多出一倍以上 漢磊股價100多塊 它的股價多少 六七十塊而已 所以在這個地方投信 就用力在點火 這家的股票 所以這檔個股也值得做留意 不過我們來談談 今天牌面最強族群 鋼鐵股 想不到鋼鐵竟然是在今天最強 今天有五檔亮燈漲停辦 到底鋼鐵在漲什麼呢 一度多達十三檔亮燈漲停 到收盤有五檔亮燈漲停 所以今天其實整個牌面 最強的族群是鋼鐵 鋼鐵在漲什麼 鋼鐵就在漲漲價 在漲漲價 漲價其實不稀奇 漲價不是第一天漲 我們不要說美國了 美國漲基建 這是一定大家知道的對不對 那現在什麼 連日本都在漲 連豬油塔 豐田都在漲 好 那我們來看新聞 連豬油塔 豐田 對 來 船同意日本製鐵漲價 豐田汽車將對供應商漲價漲幅 十年來最大 因為它的成本提高 它只好轉價 對 所以說其實現在 其實不是電動車而已 包含我們說傳統的燃油車 現在整個日本的本田 還有我們的豐田 漲達跟豐田一樣 所以車價會漲 會漲 而且我們看到 最新的有一台說 豐田的這個 Alpha 就是SUV 這種所謂的商務保姆車 也要漲價 這台也要去 這台很壞 我很想買 可是通常買的 是要有司機開 不能自己開 怎麼說這台很壞 看起來就很威猛 它就是很長很大又很寬 就是明星的保姆車都是這一台 保姆車 這台也要去給 要接近300多萬 小漲可是也是漲價 所以就知道 這台車你看 這台非常帥 可是這台沒有人自己開的 通常都是要 那你就請個司機 對 要老闆坐後面 簡單回來說 豐田本田 這網上不是賺錢 他說怎樣 這負增長 為什麼 它的原物料的價格 已經佔它的成本 佔得非常的多 所以沒有辦法 那基本上調漲車價 然後鋼價也漲 我們說日本自鐵 是提供TOYOTA鋼鐵的價格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日本鋼鐵協會 這邊一路包含我們說的 這個冷嘎捲板 後鋼板 一路的都漲 可能他們都漲價 密密麻麻的 觀眾朋友可能看不清楚 對 反正整個都漲就對了 而且都是一直漲 一直漲 那台灣的這種所謂的 礦產燃料的出口 也是最多 佔這個所謂的出口量的最高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台灣漲不起來 台灣的鋼鐵 對 台灣為什麼漲不起來 不過今天有漲了 只是落後國際 落後太多了 我跟大家講 先不要看圖形 重點在於說 台灣的價格 內銷跟外銷的盤價 外銷比較便宜 內銷比較貴 然後我們外銷的價格 又輸給日本 又輸給美國 所以我們不會比人比較少 我們想要賣比人比較少 可能想要搶市場 火星來著 對 所以說有特別嗎 所以台灣鋼鐵指數落後全球 人家彈彈彈彈彈 我們沒什麼想到 這真的很有準 你看台灣有什麼鋼鐵股 你看鋼鐵指數在這裡 這是從1月 黃色 黃色是爛 對 黃色是爛 道琼美國就是在這裡 美國是紅色 美國是紅色 這裡 道琼 道琼鋼鐵指數 那中國的是綠色 不要這麼高 今天還創新高 不要最高是中國 今天創新高 對 美國 台灣 對 我們為什麼輸人這麼多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重點是說 第一個 籌碼在這邊 到底要不要推上去 我說真的 通常我們在做 國外的市場漲這麼多 台灣一定要跟 那台灣如果沒有跟 報價一直漲 就有機會漲 可是報價一跌 我們就會跌 所以你來看鋼鋼 好 我們先看鋼鋼 你看今天創新高 這個傳算是怎麼樣 這也是很久之前的消息 說什麼 鐵礦石大跌 已經跌很久了 但是地延到 所謂的股票大漲 那你看 紐科鋼鐵也是怎樣 一波漲 昨天是跌沒有錯 所以這整個 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當全球的鋼鐵在漲的時候 那我們漲得比人家少 並不代表以後一定會漲 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看 這不早一點講 害我聽得充滿希望 沒有 要這樣說 就是說中鋼的盤價 九月份有往上調 如果繼續往上調 營收上來 就有機會補漲 那現在可不可以買鋼鐵股 好 我跟大家講 最重要是製造業指數 製造業指數 如果一直往上沒有問題 但是製造業指數 如果彎頭往下的時候 你不管台灣有沒有漲 鋼鐵就見頂了 所以也就是說 我再次強調 鋼鐵類股 我們記得十年一遇 十年一次的大行情 你這一次拉上去 就要跟著拉 沒有拉就沒有了 那我們來看鋼鐵股 好不好 鋼鐵股 創新怎麼看 好 我想其實 先講一個重點就是 第一個 現在的資金大概三千七百多億 以前大概是五六千億 所以不會全面都漲 今天很多怎麼樣 拉上去都被打下了 因為量縮了 對 所以你看 包含大成鋼 今天也是被打下來 外資賣超滿 對不對 他的股本大 一百六十六 所以這種就不少了 今天也是收一個 上銀線掉下來 剛剛股本大 那中鋼購有離岸風電 他的股本只有多少 股本只有二十億 所以我們要找股本小 然後呢 單月成長跟單月營收 不錯的 然後又怎麼樣 又有軋空題材 舉例來 它有2028的威治 我們來看一下 威治 基本上 單月營收 四季美股營餘餘3.69 對 單月營收30.6 單月營收80 差不多對不對 減到真 然後怎麼樣你看 這邊的這個融卷 外資買 然後融卷是什麼 融卷增加 所以就加 所以今天 威治 所以大家來看一下威治 其實大家 我們看一下威治 今天亮燈漲停嗎 很早就亮燈 所以我再次的強調 我強調一點就是說 今天的鋼鐵 也讓很多人流眼淚 為什麼因為早盤 一下就全部拉了 買戶 買戶 然後呢 一打開你買到的 只要打開的很多都怎麼樣 疊下來 從漲停變成漲2% 是不是像這種 中鋼鐵早盤 是啊 鋼鐵 你還要買戶 在這裡掛來買 然後接著他就打開 對 這裡出漲 對不對 像這種鉤票很簡單 你就看這個出漲開的這個鍵 不能破 沒有破 沒有破就OK 你如果破才會更容易出來 所以類似說 像這種大骨盆 要特別留意 操作的空間 早上13檔亮燈掌廳 到中鋼勝5檔 但原來是牌面最強族群 鋼鐵會不會一熱航情 昨天航運就一熱航情 鋼鐵會不會也一熱航情 認為鋼鐵會一熱航情的給圈 認為不會的給差 認為有波段航情的給差 1 2 3 4 5票說不會 大家這麼有信心 只有一票給圈 來 鎮華為什麼認為不會 先來看一下就是說 今天我們來提到這個問題 我們從鋼鐵順便來講一下 千點大漲以後來不來得及 已經漲了一千點 現在來買 會不會已經慢半拍了 好 那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看到第一輪起漲的 當然就是創新高一 美琪馬跟俊姬為這個代表 但是當然出現一個現象 這兩家公司都一樣 他們都公佈七月單月的EPS 跟他的獲利 一公佈以後真的很好 結果兩支都不漲了 你看這是昨天 昨天的美琪馬跟今天的聚集 今天直接開下來 所以這個是不是表示說 有部分在做IC設計 很強的這些股票 他有一點把資金拿出來 他不是不看好 但是他想要去做一些 剛剛起漲的 這是線索一 第二個就是我們來看到 剛才新商也講到 中鋼購 他得天獨厚 股本小 然後因為他這邊有一個風力的題材 那我們來看到 當然有一些建廠也需要他 可是我們來看到 這一次在數字上 並不是特別非常的亮眼 但是也說明了一件事 籌碼在這邊比較重要 這裡就是線索二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中航 這我注意一下 很多人認為說 這一次的散裝航運 反彈可能只是逃命 貨櫃可能有一天也會反彈 只是逃命 但你注意一下 是逃命嗎 這個中航他昨天說他那個 前天說他那個七月單月 因為他投資 虧損 虧損吧 結果你看他今天沒有再跌了 這個如果再一根航運上去的話 會創新高 所以散裝航運還沒有結束 大家看一下 今天當然最重要就是 我們看到在鋼鐵這個地方 所以我認為 散裝航運成功以後 鋼鐵今天是有可能複製 散裝航運的模式 因為當時中航 漲第一天上來的時候 第二天大家在猶豫 後面兩根就上來了 所以接下來的業會很重要 他會複製散裝不會複製貨� 對不對 貨櫃 大家真的希望複製 不太一樣 因為這個目前鋼鐵來講 剛才榮旭也講過 融資清的是比較乾淨 跟剛才這個貨櫃比較不太一樣 那我們來看到聚亨這也是一樣 在羅斯羅茂 今天就是流上影線 不過這一些流上影線 就有點像是中航前天 這個地方上影線 其實不用太在意 只要趨勢還在 那還有機會 再來就是我們看到IP的部分 剛才已經講過了 太極這也是因為 它有這個第三代半導體 所以整個來講的話 我認為千年大漲之後 可以找尋剛剛起漲的族群 以今天來講的話 不得不還是要講一下 鋼鐵比較整齊 那剛才除了來賓講的股票之外 我們另外也帶來一檔聖宇 聖宇為什麼講到它 因為它是最類似這次夜輝的 夜輝因為每一次它都掌第一個 因為它有鍍心鋼捲 那本身來講的話 聖宇也是在做這一塊 那豐田我們來看到 接受日本製鐵的一個漲價 再來就是大陸 那接下來來看的話 就是說美國基建這個部分 那這個是大家都已經知道的事實 那接下來就看到 這裡有一個重點了 它是今天少數沒有留下上影線的 收在相對高 一點點 這就有點可能就是說 一大早很多鋼鐵股它當沖掉了 但是到尾盤以後 被破斷單接走了 大家明天可以持續做觀察 我們先看盤中走勢好不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剩餘的盤中走勢 對 今天是早盤衝高一度亮燈之後 對 打開尾盤再度拉高 對 那這種情形就有點類似說 像這個早上一定有 當沖單進場 是 但是剛才有提到說 有一些股票 它是在中午的時候 才會買盤進場 它有可能是隔日沖 也有可能是破斷單 所以明天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持續公告的一個機會 好 台灣的鋼鐵 今天最強族群之後 來談談今天最重要族群 今天誰最重要 當然台積電 當然是半導體 所以我們來談談台積電 台積電今天一開盤 就攻破六百大關 但中場收在六字頭以下 今天很重要的是 又有外資往上調高目標價 昨天我們講九百對不對 今天超狂外資給了一千 隨時看到千元了 台積電連續出現外資 調高目標價從九百 現在看到一千真的會漲嗎 好 今天半導體是最重要 也最分歧 我們來看一下 台積電漲價 好扣到這 金眼雙雄 但是我估計 有五十檔的IC設計 今天都收黑 而且我們看一下 蓮花科 蓮永 西創 天玉 最厲害的IC設計 第二期的EPS 十七 十六 十三 十塊 都賺一個股本 全部都收黑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分歧發生了什麼事情 7月16號台積電法說會 7月15號的法說會前天 收盤六一四 今天這麼大的利多 都還沒有上六一四 但是法說會的 我們講過了 第三期的毛利率 49.5到51.5% 中間值就是維持第二季毛利率50% 市場把它當利空 對 因為它掉下來了 對啊 然後這一段時間 誰最賣最多 外資 你看外資在法說會這段時間 賣了17萬張的台積電 這半就去賣掉了 所以為什麼台積電 昨天中午通知客戶 漲20% 立即生效 不是哪一天生效 是立即生效 而且包括以下單 但是還沒有生產 還沒有出貨的 急到這種程度 以及下單的也給人家漲價 對啊 那當初下單的價錢 不是這個價錢 對 就漲 就漲 好 那兩個理由 陸信之說 台積電 這兩年的資本支出 今年是172億美金 今年300億美金 但是它資本支出的配置錯誤了 你看一下 它在8吋的市佔 2021的上半年 只有增加12% 12吋的成熟市佔 大概還年減3% 所以人家同業是成長20%到30% 就是壓在先進之城 結果現在報單的是存收之城 對啊 他沒接到他覺得打算 所以台積電 今年營收雖然有成長 但是比中芯國際 世界先進30到35% 滑紅50到50% 你都比不上人家 壓錯邊了 對 壓錯邊 現在這個小股民的話 這個台積電賠到已經是快 不曉得怎麼辦 這裡有兩個例子 一個是買650 過了8個月 一天一天的低 另外一個你看 他說他已經三 今年已經30歲了 對啊 要不要賣老婆 最後一句是這樣 怎麼貪都貪不平 請問我可以賣老婆嗎 別鬧了 為了台積電套牢賣老婆 他已經貪平了14次 他列出來 台積電現在的股東是100萬的 他從662 是不是 對 他從662 一路貪貪貪 貪到500 最低貪到582 對 然後最近一次貪到587 所以想不到買台積電的人 竟然也會在這個時候 哀說那我怎麼辦 我一直貪一直貪 因為台積電現在股東高達 100萬人 那五張以下的有51萬人 所以你想想看 面對的外資 面對的這些小股東 劉德英他們的壓力有多大 所以沒辦法 他已經要拉高毛利率嗎 對 拉高毛利率 但是問題來了 重點來了 台積電是全球市佔過一半 最大的金眼代工 他這樣的調高 他的這個代工價格 對他的客戶可能有傷了 是利空 昨天他的AD大漲了4% 當然我們今天現貨沒有少那麼多 因為今天思考的更多了 想一想不太對 好像也不是那麼簡單 但是第一天 美國的蘋果 蘋果是下跌的 跌了0.84% 他的客戶呢 蘋果是下跌的 他的客戶呢 IC設計也是下跌的 那我們看一下 為什麼 有人講說今年 這個就下個月 iPhone 13 像這個iPhone 13的Pro Max 最高 大概要賣到台幣6.4萬 當然這個等級很高 史上最貴iPhone 對啊 但是問題你看 這是一個我們擠iPhone 12 Pro的成本 你看最貴的成本就是AP 處理器 佔了19% 台積電就做這個 對不對 所以台積電你漲價了以後 蘋果能轉價出去嗎 我再給各位看 你看這一次 三星的摺疊機賣得多好 現在賣到真的沒有貨 你看它這個最高規格 也不過台幣5萬6千8百多 這三星摺疊機這麼便宜啊 對 賣很好 現在賣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粉餅摺疊機 女孩子很喜歡粉餅機 就3萬 3萬塊而已 對… 所以你可以看 有這個三星的摺疊機 你還能緩應嗎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轉價 那你吸收這個成本 對品牌商而言 當然毛利會被壓縮 對IC設計而言 毛利也會被壓縮 對 我們來看一下 台積電就 為什麼 你看 去年第二季的毛利到53 怎麼今年第二季還降到50 人家連電不科技就給你漲價 從23提高到31 他的客戶你看 連花科 從43到46 天域更可怕 是7到47 股票一直飆 西創 從34到56 連勇都33到50 所以他的客戶賺很大 反而他自己的毛利被壓縮 心裡不平衡 外面的地高中高載 那這樣子的話 IC設計要賣對不對 我告訴你 你看這個K線不太對 我們看 2454的連花科 因為這些都是最厲害的IC設計 我們時間稍微拉長 早已經出現 4 5月已經出現 1100多塊 到現在還在跌 財報很好 另外我們看3034的連勇 一起同工之廟 也很早4 5月出現高點 一直在跌 再過來我們看那個8016的西創 西創財報公布了利多以後 再跌 再過來我們看一下那個4961的天域 也是一樣更早 他是做那個面板 面板相關的IC 甚至他比友達情創更早都跌 他在說明一件事情 大家聽好 做IC設計的人 現在雖然供不應求 但是終端需求 有的已經轉落了 筆電 面板 記憶體 所以同一個事情 不同的時機有不同的結果 大家想說過去一年 經營代工漲價 IC設計把它轉嫁出去 然後股票就飆 現在終端的需求在下滑 不一定是這樣 但是IC設計裡頭的IP是OK的 對 剛才榮幸也有講過 你看今天創意的 M31的 利旺還給你漲停 金星科 資源也漲停 只有一個四星虧要跌 是因為他前陣子就提前漲了 所以這個變成有一個避風崗 但我認為真正要注意的是封測 因為封測的話 金眼代工漲價 封測其實之前就漲 那我也來想 也會跟著漲 對 所以你看371的略光 略光 今天沒跌 沒跌 而且他已經修正過了 現在最近有點緩碳 站上索軍心 6147的齊邦 外資把目標價提高到104 現在才七字頭 這一陣子已經不跌了 盤斷在這裡 那今年IP是一估有8塊 好 所以我們來問 昨天我們很開心聽到台積電 一漲要漲20% 而且是立即漲價 只要你下來訂單 貨還沒送到你家的 通通要漲 所以台積電這兩天都漲了 問題是IC設計慘了嗎 所以IC設計之處應該要避開 應該要賣嗎 認為IC設計手上 應該要先調節的請舉圈 好 IC設計要賣嗎 要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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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所有都要賣 因為我們看一檔股票 叫4919的新唐 你看新唐的股價 今天還是創高 為什麼 因為它的產品 它是一直在漲價 所以你要看它的 溢價能力高還是低 所以它有沒有防疫軟價 對 你不能說一竿子打翻 全傳所有IC設計 通通都不OK 不是這樣子的 但是大部分 對 我們可以講說 大部分可能都受到影響 但是如果轉嫁的出去的 我認為就沒有什麼影響 好 談完了 今日最重要 來談談今天最意外 今天最意外的新聞是什麼呢 華為 中美大戰現在還在打 但華為竟然被鬆綁了 鬆綁什麼呢 說可以 美國說我讓你買晶片 買 車用晶片 這倒是蠻跌破眼鏡的 美國竟然批准華為 可以買車用晶片 對 因為現在電動車的風潮 這個訊息出來 確實讓今天 整個電池相關的股票 又出現了 噴一個噴出的一個情況 因為很意外 前面講過的美琪馬康普 還是聚合名機財等等 連立凱 前一段時間比較沒有跟上的 今天後面也拉起來 那所以很明顯的看到 因為路透社這個訊息是說 美國政府批准 商務部批准說 華為可以來採購車用的晶片 而且按照這個核准的許可 目前華為打算申請 10到20億美金的一個量 那希望能夠批准4年 那為什麼這麼興奮呢 因為華為在這個地方 確實也佈局了很長一段時間 今年在上海車展 其實它就展示了一台車 跟北汽合作的 叫做Alpha S 這台車裡面的智慧汽車 的這個作業系統 用的就是華為Insight 就它裡面用的就是華為的 而且它的快充就是用華為版的 10分鐘竟然可以充完電 就可以跑將近200公里 他說它的自駕比特斯拉厲害 據說因為它裝了很多 很完整的激光雷達 所以在不受人為干預的情況下 它在城市可以自己走1000公里 那就這樣拉來繞去 如果不受人為干預是說 路上都不能有人嗎 當然在限定的區域內 那城市裡路上都不能有人 就是它來 你要讓開 你不可以干擾它 別鬧了 那不可能 但是說真的 包括這個停車的部分 女孩子比較不敢停車 車子它還幫你停好 這整個系統已經達到Level 3 當然它認為已經贏過Level 2 那現在在中國到底 電動車 在中國電動車到底是 比亞迪比較厲害 還是華為比較厲害 那講到這個就有趣了 因為這個Alpha S出來 它又講它可以開1000公里 可是問題是 現在賣得好的是比亞迪 所以兩台車要來比較 可是一般我們比是比快 對不對 不是 他們拿來直接比撞 不是 他們派去兩台車燒龍 我先問一下比亞迪是哪一輛 這一台灰色的就是Alpha S 灰色是華為的 紅色是比亞迪的汗 那兩個狀 當然前面前車廂的部分 一定都會潰爛 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看 Alpha S為什麼它做這個測試 它覺得它的車開用 因為你看它的A柱 就是前面駕駛前面A柱這個量 沒有受到什麼影響 而且車頂也沒有彎曲 駕駛座也沒有虧縮 但是比亞迪這一台 A柱開的已經冒掉了 這個是前面車廂 但是它的駕駛艙的部分 確實有虧縮 而且整個車頂也稍微有些變形 意思就是說如果要撞 Alpha S比較厲害 如果要撞 華為這台比較厲害就對了 華為這台比較厲害 意思是這樣 當然我覺得現階段還有一個比較重要 當然就是大家也很關注 因為從華為這個 那是不是Apple Car 我們要趕快關注一下 李電池之父就跳出來講 他說快要有消息了 為什麼 因為照道理如果他2025年 真的要上市 他應該要公布一些 這個好消息對不對 果然他們在加州已經看到幾十輛 這個Apple Car 開始在做測試了 所以 而且最近有沒有發現 Apple Map 它開始不斷地在精進它的精準度 所以應該很快能夠看到Apple Car 它的地圖對不對 對 地圖 Apple Car真的超帥的 帥… 帥… 我就等這一台吧 我就想說等這台 下次錄影幫我留一個車位 你一定要買 對 我就開這一台來 然後娟姐 我就載你去兜風 你看我們今天這麼有默契 我們的襯衫的形狀都一樣 這個不用再繼續講下去 好 我們來講電動車蓋點股 來談 寧德時代 這是電池股的代表嗎 對 因為今天很明顯 雖然說今天寧德時代 是稍微跌了一下 可是我們去看它 今年整體的營收表現很好 上半年營收年增率高達130 超過130% 而且電池的部分佔了七成 所以帶動了其他三個很重要的 鈉離子電池 其實這我們之前節目領先談過 對 它那個鈉離子電池 這三檔你看 山東張股 它已經量產了 它的鈉離子電池上場 也漲停 然後包括中原化工 這個就是生產這個鈉離子電池的原料 好 那我回來 台灣的電池股再接爆量大震盪 所以我們仔細來看 其實美琪 美琪我特別講一下 美琪 康普跟立凱都是正極材料 電池裡面的正極材料 聚合是電解液 明基材是隔離膜 那強茂是二極體 我覺得在這裡面 應該還是要正極材料會比較強 所以要選誰 但是因為美琪 我們先看一下K線 其實前面噴得很兇 這幾天開始有些雜音 所以如果真的美琪 當然它的獲利很好 我覺得稍微等它壓回一下再說 但我覺得現階段可以關注的康普 我們看一下 康普我們看一下 它都還沒有正式強勢的噴出 但整體來看 我覺得線型比較好 線型比較好 如果能夠突破新高 或壓回在極限 那這個量很大 會不會太大 還好 我覺得如果跟美琪馬 湯匙那個爆出的量來比較 我覺得這個都還算是 正常的價量關係 好 所以這是電動車的電池股 今天大家最關心的是什麼 還是航運 所以我們請正華帶我們來看 航運 散裝貨櫃 對 看起來是像敲敲板一樣 一下子你強一下我強 昨天航運是尾盤貨櫃 對 今天呢 一日行情貨櫃就下去了 那今天呢 是散裝相對比較強 對 今天散裝相對比較強 它有點分歧 而且昨天是有點修復 昨天的這個 反正現在航運很分歧 對 那現在當然就是說陽明 這個陽明 即便貨櫃也不是 大家起步無奏 對不對 陽明拉尾盤 那萬海和長榮是弱的 陽明拉尾盤貨市場傳出 剛才提到這個尾盤的消息 但是後來還有待釐清 不過整體來講的話 我想最重要的 應該還是在這個散裝的部分 因為我剛剛已經提到過 其實航運 尤其在中航 它這次意外的讓大家知道 它7月單位是虧損以後 它今天竟然開高 瞬間把昨天的這個位置給收復了 而且中航的這個位置 即將再去挑戰所謂的波段新高 但是星星表現不好 那我認為呢 星星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真的看不 現在航運是很高 它這個是看著這個中航後面走的 如果說明後天 尤其禮拜五或下禮拜一 中航跟四位行 有機會再創新高的話 我認為星星在這個地方 是有機會補漲 因為它跟這個中航有點類似 它也有大船在這邊的佈局 那四位行在這邊的話就是說 雖然說這個是屬於小船的部分 不過因為它業績好 然後它的價格 又剛好在這個前坡的附近 我想用一下K線可不可以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四位行的月K線 好 來 5608 你要看月K線 對 我要看月K線 大家注意一下很多人都認為說 航運股在這次7月跌了很多 可是這次的反彈當中不知不覺 四位行竟然已經接近 快要把這根黑棒給吞噬了 如果你不看這根上影線的話 就在這裡收盤的話 這裡的收盤價是比上次的高點還要 收盤開盤價還要高的 而且低點都沒有失手 所以我認為說短線上來講 還是以航運 以這個所謂的散裝航運為主 那貨櫃也幫我們看一下 貨櫃的話 這邊就要講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萬海跟這個陽明的兩個日K線 那日K線的格局當中可以看到 這是最強的萬海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說它一日行就是 一下紅 黑 紅 黑 它就這樣子 對 所以大家 黑 紅 紅 黑 紅 黑 都這樣啊 大家注意一下 不要看上面 看下面 不要看頭 看腳 意思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它每一天的低點 只要昨天低點不破 它其實都是維持多頭格局 但是呢 注意一件事情 只要當天是紅棒的 你都不能追 因為隔日 我們把它縮小好不好 好 當天是紅棒都不能追 對 尤其在最近這段時間 所以這種景況還會在 我認為很難出現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標準的 滾量格局有沒有 可是大家看一下 多漂亮 你在這個階段 你要怎麼滾量呢 接下來明天 大家又要觀察說 當沖新制的市井 你只要超過六成 你接下來就變助一股了 你只要連續兩到三次 或者是你平均六天的交易日 都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你就很容易再被分盤交易 所以明天 航運賣壓會很重嗎 我認為 航運賣壓並不會很重 它會維持這樣子的格局 紅黑紅黑紅黑的格局 大家可能比較想看貨櫃 但是我可能還是要再講一次 中航這個位置 稍微我幫你戴一下 日K線 2612 大家看一下 這是昨天公布 七月單月虧損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它今天是開高的 然後它前方的高點在這個地方是927 這檔股票在12年前 上一次的這個多頭循環當中 當時歷史高價創出一個158 如果這一次能夠 158 當年是158 你們如果說晚上有空的話去查一下 現在就打出來了 你現在是暗示我們158會來 不 我是說可以遙望當時那個158 想像一下 想像 對 想像一下 其實會給市場上一個操作的動力 如果說有機會在這個地方越過的話 大家注意一件事 少數可以把8月的黑棒 7月份的黑棒給吞掉的股票 它就有機會形成一個短底 這個過高之後再做換手 中華剛剛談到一個重點 就是買航運現在是買黑不買紅 對 所以如果明天受到南韓升息影響 在明天早上開低的話 到底開低能不能進去買航運 到底開低能不能進去買航運 認為可以的給圈請舉牌 明天有開低可不可以去買航運呢 既然剛剛中華提醒 航運現在是買黑不買紅 而不是追價喔 好 認為不能的有兩票 一票放中間 有三票認為可以 容緒今天好像一直給差 也沒有啦 因為航運是這樣 航運就是說它現在操作的難度 其實非常的高 你說賣黑不買紅 你沒有到收盤 你怎麼知道那一根K線是紅還是黑 對不對 所以與其這樣的話 我認為還是操作就是說 有一個趨勢出來的時候 你再去做 昌星 昌星也是給他 對 我覺得也不一定要買航運 譬如說航運現在 我認為它波動其實沒有那麼大 所以也就是說你如果去買它 已經沒那麼可愛就對了 對 你賺可能搞不好賺兩三趴 可是你的風險可能搞不好四五趴 我是以風險來考量 那半導體我覺得可能會比他們好一些 對你來說 你有礙號 那半導體 兩趴雷 我的頭